因为已经到晚上了嘛 所以说我需要把探照灯打开 不然晚上这里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漆黑一片 对不对 这里晚上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就把探照灯按上 我把手举着 这样子拿着灯 大家可以看我看得清楚一点 到现在了还没有吃饭呢 吃点东西吧太饿 包里面还有块面包 走着 大颗面包配个水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当晚餐吧 今天就将就吃点面包吧 一个面包不一定吃得饱啊 哎还有个橘子 这个橘子是我从上海来的时候 路过 路过一棵橘子树嘛 我就摘了一棵 这个橘子在我包里可能放了已经有半个月了 尝一尝这个橘子怎么样啊 啊 这种什么味道你们知道吗 不要看这个橘子皮长得一样 跟外面卖的确实不一样 也不知道是没熟还是怎么回事啊 吃起来感觉又酸又涩 再跟大家聊一会就睡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里呢 就是因为今天我开车 路过了那片大山 我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到了 我觉得这一块设计师是个好地方 我特别喜欢这里 然后我就特别想住在这里 我就想了想 哎我车上好像有帐篷 然后被子 帐篷 水 电 我想都有 我就说我今天就住在这里 体验一下 车上本来有一个靠枕 太激动了 一看到这片美地 我就直接冲下来了 抱着帐篷的扇 枕头也没拿 哎 现在 就这样吧 今天晚上先睡一觉 明天起来 感受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钟 我被冷醒了 确实睡在外面这里 靠着和风很大 还是有点冷的 睡觉 再睡一会吧 晚上这里还有蚊子 虫子飞进来了 哎呦 这怎么能睡得好啊 现在是凌晨的3点06 确实睡不好 起来看看外面天亮没有 啊 手电筒呢 啊 看看外面天亮没有 啊 天安不亮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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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睡一会儿吧 啊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4点钟了 头上的灯已经没有电了 我现在用的是 用的是这个手电筒 维持着所有灯光 如果把它关了的话 屋里面就漆黑一片 所以说 如果得给大家能看到我 这一晚上的真实过程 确实睡得不好 我在这边睡的晚上会被冷血 地下还是很潮湿 风也会不停地刮 帐篷它是不稳定的 特别的冷 我只希望明天起来 不要感冒就好 凌晨4点太冷了 我出来走走 睡不着 这里有沙子 哇 真冷啊 小河 哇 啥也看不到 这里只能看到我的帐篷 只有这里是最亮的一盏灯 此处伸手不见五指的 大家听到这个风声了吗 哇 这也真的 两小时后 天都亮了 六点了 起床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浩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十分 昨天晚上好像有点下雨 风刮得也挺大的 没怎么睡好 现在我该起床了 请来洗漱一下 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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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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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适合远方的田野 你是手空拳来到日时间 微笑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生活不只眼前的勾结 把垃圾收拾一下 还有适合远方的田野 你是手空拳来到日时间 微笑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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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